而在台东太玛里乡的拉劳兰部落 先前受大火延烧的新香兰教会 目前都还没有开始整建 而台风又要来袭了 教会的牧师不敢大意 趁着17号天气还好 赶快做防台准备 就怕教会再次受到毁损 忙着白云木板要封住每一扇窗户 就是担心今年第五号台风丹纳斯所带来的雨势 会造成教会室内严重损坏 新香兰长老教会牧师与教友 在台风来袭前赶紧做防台工作 准备一些板子 也是有一些角木 就是要把它封起来 然后又也是把它防起来 随着丹纳斯台风步步逼近 新香兰教会牧师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先前教会受到大火延烧 都还未整建修复 现在台风又将侵袭而来 担心教会再次受到损毁 事情上面的处理跟行政作业上的一些耽搁 一直到现在七月份了 那又有台风来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先急着把这个教堂 礼拜堂的部分先做维护 希望这次来的台风 不要直接 重挤到我们这个教堂 目前气象局已经发布 但那是台风路上台风警报 台东太马里地区风势也逐渐增强 因此新香兰教会做好万全准备 来抵挡这次台风 接着蒋文杰太马里相报道